8月19号,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举行的招商大使及专业机构合作签约仪式上 64岁的美国人白杰仙正式成为当地招商大使 白杰仙与中国的缘分源于1980年 那年他大学毕业,因专业是中国历史,对中国充满好奇和好感 于是决定远赴大洋彼岸 多年间,他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 涉足教育、微电子、半导体、投资等行业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 如今在成都科技圈,这位头发花白的中国通 有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半导体企业孵化者 2018年,年于花甲的白杰仙跟妻子定居成都 决定再次创业,与美国硅谷的合作伙伴 创立半导体孵化公司,孵化中国半导体初创企业 白杰仙说,半导体设计需专业的软件及流片 初创企业难以承受 正是看到这一痛点及中国的市场空白 他决定创办孵化器 利用手中资源解决年轻企业的困难 那你要设计这个芯片,这个电路,你需要专业的软件 那这个软件是非常贵的,非常贵 一般的起步的企业买不起 你的电路设计完了以后,你要交给一个工程 他要制造,这个流程叫流片 你的芯片越复杂,你的流片成本越高 我们的网络是全球的,都有工程的合作伙伴 软件我们也有很好的合作,整合起来 用这个技术服务入股,然后复化企业起来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白杰仙,普通话非常流利 在他看来,如今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正处在黄金时代 白杰仙说,按照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国内外权威机构的预测 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以及新能源开发应用 高铁,物联网等其他产业的带动下 从2017年到2025年,中国的功率半导体市场需求量会翻一番 中国半导体初创企业,除了要在技术上紧跟步伐 同时还要在运营管理和资源整合上多努力 让企业稳步成长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5个企业 所以我们不在,那这个15个企业也不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 因为真正的做一个好的企业 技术就是一个方面 你必须有好的管理方法,你才可以做起来 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帮助我们腐化的企业就站起来 能帮助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就是帮助这些企业做得更好 目前已有15家初创半导体企业入驻 其中一半来自成都本土 另一半从全国慕名而来 白杰仙每天会在办公室待上12个小时 与这些充满梦想的中国年轻人沟通交流 是他最大的快乐 白杰仙说 他会用亲身精力和资源 去邀请更多人来成都创业 也将继续致力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希望能做成中国最好的半导体孵化企业 因为中国人比欧美人努力 愿意吃苦 特别在互联网任何的商业模式 创新很多很多新的模式新的公司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科学的背景 还有环境 还有中国速度 做事情做快 我觉得再过几年 应该这个差异会缩少 更好的时间还在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